什么是木把检查?张艺?西电集团医院?普通外科?副主任医师? 木把检查全称为乳腺木把X腺摄影检查 它主要是这个木把检查可以显示乳腺的腺气组织的 乳腺里面的结节或包括钙化以及轻易的病变和轻易的程度 以及乳腺皮肤的改变 还可以发现液温淋巴结的情况 它可以发现外科医生检查不出来的摸不到的包固的情况 所以这个一般常用于乳腺的腮查 包括乳腺疾病比如乳腺癌疏前的检查等等应用 这个腮查可以发现B超或其他红外线发现不了的乳腺的疾患 这个做检查一般有严格的身影症 就是一般年轻的女性 一般做乳腺塞查时候首选B超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做检查 对于大于40岁的女性一般不让她可以做木把 因为木把检查才含有大量的射线 所以说对乳腺组织还是有影响 专家提示 1.木把检查是针对乳腺的检查 可以看到乳腺的腺体 2.这个检查一般针对40岁以上女性 因为它对人腺体有影响 3.它可以发现B超 红外线检查不出来的情况 一般常用于乳腺的筛查 2. 仅月子 2. � сим 2. 着 3. 走